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与人相处顺其自然最好 这几年,塑料花友谊,塑料姐妹花等词语 突然流行开来 说的就是,现在人的友谊 跟塑料花似的,表面好看 实际却不靠谱 塑料友情,要不得 李嘉诚曾说过一句话 做事要靠谱的人 聪明的人只能聊聊天 一个靠谱的人,言出必行 心有所敬,他是本分 风雨飘摇的民国时代 校长一直患 清华校长梅宜齐 却曾在1931至1948年间任职多年 因为梅校长在,意味着靠谱 意味着安心 她看着木娜,实则默默做事 校长校内有各界名流狂人 却都应受过她的帮助 和她成为了至交 相处是一门学问 和别人交往是每一个人都要修行的课题 赵玉平老师说 与人相处的智慧可以浓缩为 观其已然 物其必然 顺其自然 从过往中识别人心 从人性中看出必然 从时间里看清缘分 看清因果 保持边界 来之不惧 去之不留 才是与人相处的最高境界 一 观其已然 春秋时期 齐桓公在管仲的帮助下 成为一代霸主 几十年后 管仲病重 齐桓公前去探望 并向他询问过事 管仲说 一牙 树雕 开芳 这三个人不能信任 齐桓公不解 他问道 他们爱我 胜过爱他们的家人 父母死了 也不回去奔丧 怎么不值得信任呢 管仲说 一个人 连自己的至亲都不爱 又怎么会真心爱国君呢 管仲病重不治 很快去世 齐桓公把他的话 当成耳旁风 依然重用三人 后来 齐桓公生病 这三人果然谋反 把齐桓公 饿死在宫中 禁书里讲 人道师使 莫先于孝涕 孝顺父母 爱护家人 是一切教养的开始 如果一个人 对亲情淡漠 那你 对他再好 也没有用 连最亲近的人 都不能 把他们的心 捂热 更何况 我们这些外人呢 三国演义里 曹操围困徐州 吕布出乌城投降 曹操爱财心切 本来想接受吕布的投效 刘备却说了一句 曹操公 难道不及的吕布 是怎么对付丁元和董卓的了吗 一句话 直接断送了吕布的生路 丁元和董卓 都是吕布的义父 是吕布 为己出 但是 吕布为了利益 不顾恩情 两位义父 先后 死在他的手里 曹操 纵然爱财 但是 这样的人 也是万万不敢用的 老话说 一节见则 百节之 看到一个人过往的表现 就能推断出 他将来的表现 如果一个人 对身边最亲近的人 都不够好 那么 对待朋友的态度 也就可想而知了 观其已然 知其必然 面对这样的人 选择敬而远之 才是对自己 最大的保护 二 物其必然 老话说 穷人接钱 无人问 富人千里 结冰棚 须利避害这种事 刻在人们的骨子里 千百年来 难以变异 很多时候 我们要去 相信人性 而不是 相信人 东西 人性的底层逻辑 物其必然 一个人 才能真正 生出智慧 与宽容 战国时期 孟长军 门客三千 身边 汇聚了 齐国最顶级的人脉 和资源 但是 孟长军 被罢免之后 这些人 纷纷离开 和孟长军 划清界限 后来 孟长军 重新获得 齐王信任 回到都城 这些人 又纷纷 赶来投靠 孟长军 心中不平 发誓 要让狠狠地 羞辱这些人 而门客 逢源却说 富贵多事 贫贱寡有 事之固然 你富贵的时候 大家都来攀附 你衰落了以后 大家都避之不及 这是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了 就像是早上的时候 大家匆忙 奔赴集市 晚上的时候 纷纷离开集市 不是人们 喜欢早晨 而变恶傍晚 而是由于 所渴望得到的东西 集市中 已经没有了 虚利避害 人性使然 没有必要愤怒 也没有必要责怪 公元二百年 曹操和袁绍 在关渡决战 当时曹操 只有两万兵力 袁绍却有十万之重 对质中 曹操逐渐露出败象 他本人也萌生退意 直到谋士献祭 曹军烧掉袁绍的粮草 曹操才得以战胜袁绍 逆风翻盘 战后 曹操在袁绍的住所里 搜到很多曹军将领 投降的信件 很多人建许曹操 以敬孝孝游 严惩不殆 曹操却下令 把文书烧掉 说 袁绍这么强 我都惶恐不安 难以自保 何况他们呢 被宽恕的将领 心中感恩戴德 虚利避害 是人之本能 一个人如果对人性 有足够的洞察 就不会轻易责难 熊培云教授说 我们要去原谅 人性的幽暗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原谅某个人 而是去选择原谅人性 相信人性中好的一面 却也能接纳 人性中坏的一面 只有这样 一个人才能真正的 收获慈悲和宽容 三 顺其自然 杜甫曾写过一首诗 西者雨高里 晚灯担富台 寒无季节时 万里风云来 回忆当年 自己和高氏 李白一起游玩的 欢乐时光 当时三个人 都是官场诗意 彼此有着说不完的话题 从开封到商丘 三个人喝酒聊天 谈情赋诗 寄情山水 好不快活 但是 但是在安室之乱爆发后 面对时代的巨量 三个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高氏投奔了老皇帝玄宗 杜甫投奔了新皇帝孝宗 李白则投奔了勇王李林 高氏 高氏凭借军功 扶摇直上 成了评判的功臣 李白则因为勇王谋反 成为从力的反贼 昔日的好友 再也容不进一幅画里 李白被求 写信向高氏求请 表示自己从无反心 希望高氏 网开一面 放自己一马 写出去的敬 却如石沉大海 一个平叛的将军 又要如何去为一个反贼求情呢 最终 李白戴着反贼的帽子 被流放夜郎 作家海燕说 世间有多少好朋友 年龄相仿 智据相投 原本可以一辈子 默逆相交 可谁会料 旦夕惊变 从此后 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天涯路远 世事无常 人生变换 人和人之间的感情 从来不能强求 当彼此的人生 不再有交汇的诡计 朋友之间的友谊 往往也会随之散尽 我们每个人都只能陪伴彼此一段路 遇见了就好好珍惜 分离后就努力释怀 开元二十三年 孟浩然在京城四处拜捷 求取功名 王伟欣赏孟浩然的才华 主动收留了孟浩然 在诗歌一途 两人彼此欣赏 相见恨晚 平时在一起游山玩水 艳影复失 王伟给孟浩然 亲手绘制了一份军本画像 风一落落 凛然如生 孟浩然则写诗夸赞王伟 引为平生第一之己 但是后来 孟浩然开罪皇帝 不得不离开京城 王伟虽满心不舍 却也只能无奈离别 他说 但去莫复问 白云无尽时 无可奈何 却又不再追问 不再挽留 缘分来了 挡也挡不了 缘分静了 留也留不住 感情是真的 遗憾也是真的 与其念念不忘 不如努力放下 彼此看淡 人在风中 聚散不由你我 顺其自然 各自珍重 才是对彼此 最好的祝福 群子说 人之声不能无群 没有人 可以在大海里独居 每个人都是一片岛屿 彼此守望 才能连接成整片陆地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是交往的方式 也是一场自我的修行 看清因果 是智慧 明白人性 是宽容 懂得随缘 是境界 愿往后余生 我们都能够收获真心 结识良友 与对的人 并肩同行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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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